星期一节五 中午十二点 只要Tune in 908 你就可以听到最新的908广播剧 908 有声有色 908制作 西瓦头的天空 编剧《罗冰心》第三集 电话中心想破数 慢慢重述你夜路到了岁月 将你遍那天你今生再读句 启去的这心投入了这节目了 如共你过去时想死已了爱泪 但愿不明白我随你夜眠 今初事愿可不去 长情孤单的你太多负累 人为失心爱后无法入伤 在远方 于西瓦头天空 是你孤直和三拖 如每滴泪擦过夜空 在这方 车伤暖滅风中 是我失恶上冰冬 是这被爱听众内心 希望老远开各种 承受你的女和我 承受你的女和我 如果我没猜错 你叫我秘书订酒店的时候 订完龙虾餐 平安夜是大日子 不准备了还是哪有口服呢 钱而已嘛 你给得起 今次有机会来到西瓦头 还住在这么高级的酒店 我认识的 包你一个难忘的平安夜 和你 我想象不到有多难忘 今晚过后 你就会感激我了 你安排了 有多惊喜过我? 虽然是我妹妹 但是在某种情况下 我是帮你不帮着的 不明白 所以你就死顾顾 用男人的角度看 有点刺激 正常的嘛 不要乱来 你是玩家 我不是啊 那你是不是男人 那男人有分多做? 就行了 我回房间不振 七点大堂见 都没说完 今晚说 别这么冤气 你慢慢参观就行了 我没应趣 我今天也有点累 一起回房吧 我的房门开了? 是啊 我的房门没开了? 喂 没理由这个中店打造了吧 有个女孩的背影 喂小姐 你是否进座房 不用怕 我们没有恶意 我知道 只不过 这间是我住的房 我忘记放花 入瓶 我来放花 你是指 那个花瓶仔的花? 这个你又勉强点 你是酒店员工? 没有穿制服的 喂 你是不是走 喂 你吓死人了 小妹 快点看有什么不见 可能是小偷 我所有贵重东西都戴在身 这里没有东西被她偷的 否则看样子看衣着 她也不像小偷 你就是不放任太事了 阿妹才叫我做你保镖 你好听点 就保镖了 实情 是她之针 盯着我 放心 有哪只猫不吃鱼 正常的 我只会负责安排节目 让你齊齊开心 令你一个难忘的平安逸 7点见 平安夜被人有爱有温暖的感觉 我很久很久都没有这种感觉了 今晚 我又再次感受到无限的温暖和爱 对不起 令你受苦了这么多年 我受苦你要好过吗 还记不记得秋天的约会 当然记得了 我们在秋天形式 第一个约会 是秋天 求婚都是秋天 你还记得这么清楚 所以我守的苦 都是值得的 虽然你离开过这么多年 但是我坚信 我们的心没有分开过 真是希望苦尽这么久 下来的日子 我们一家三后 会开开心心的生活 一定会 其实应该是一家四有才对 还有个啟妈呢 为情啊嘛 她就大牌了 我本来叫她圣诞节过来 包食住 怎知她说有节目 和啟女都不见 多过分啊 或者有新戀情呢 忙都忙她嫁得出啦 那她嫁不出 你拿完她 我也可以的 是不是先 不是咯 都知道你没那么大方的了 我们第一次扔下个女儿 吃烛光晚餐 是时候接她的了 酒店特设的儿童派对 是有专人照顾的 主要是让大人和小孩 都有自己的happy out 迎接圣诞节 我们今晚 要尽情享受二人世界 迎接圣诞 OK OK 黑了 是呀 难道是停电 应该是呀 不过很快会又回来的了 酒店有发动机的嘛 外面这么吵的 外面这么吵的 出去看看 我们的彩司 我去找她 唉 真是傻瓜 原本安排了 未去陪 平均搞坏了 唉 没了声 哈哈 这么快就倒了 没了 扶你进房子 我没醉了 唉 你没醉 我没醉了 黑妈妈的 什么不好 真是黑妈妈的 都说没醉了 停电过一刹那 酒店有点混乱 幸好酒店有发电机 很快就恢复正常 但因为彩司智商问题 又是第一次出来面对人群 我真是很担心 康太 我们在泳池处 找到康小姐 只见彩司呆呆地坐在 儿童泳池中 全身湿了 没电过一刹那 她一定是 方张过龙走在泳池 唉 无论 人安全没有发生意外 已经是很幸運了 但是那晚之后 彩司明显有些改变 直觉上 似乎敏感了 细胆了 沉默了 没有之前那么活潑 难道 是惊吓之后的后遗症 九八八制作 西雅图的天空 时间过得真是快 又说过了华人新年了 一生松晒 既然一生松晒 想想第一家人出去玩一下 反正折日过后酒店生意 都会比较淡 没问题 我可以计划一下 不过你要教一下彩司减肥了 她没有折制一味食 肚腩也有了 她在发育时期大食是正常的 你众女有个限度 她的胃口大了就很难控制 变大肥妹怎么办 人太肥很多病症都会出现 你真的想得很长远 不过就夸张了 彩司离大肥妹还有一段距离 我只是想你留意一下 你想去哪里玩 通知声就可以了 一切由你安排 我先问一下婆婆的意见 妈妈这么大年纪 未必肯出国 溝通一下 那你扮事我放心 那嫁了你这么久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 你的样子 二十年不变 我也有白头发 伯父,白头发是代表男人的魅力 恭喜你啊 你现在很有魅力 你当我是彩司 那在我眼中 你和彩司是同等地位的 子佑 嫁给我,辛苦你了 我很幸福 你也很体贴 只是我不争气 没用去搏另一个 令旷家没有接班人 彩司出世之后 你所面对的错之动压力 不是人人可以胜受得住 全部都是康家大比例 那天早已安排了康家的命运 我们只可以顺其自然 不可以逆天而行 彩司只是轻微弱智 她还可以照顾自己和人沟通 已经是不幸中的大行 可惜她思想单纯 不懂得分好人和坏人 这是我最担心的 她不懂分,我们懂分 那我们就让她选择未来老公 选择老公? 你真的想得很长远? 小番不是很好 我会一直抓住你和彩司一手 三人恨,不会放手 欲骂你 去旅行是一件开心事 但是婆婆老了 走多几步都气喘 又怕坐机 对啊,你们都不要预认我了 旅行不一定要坐飞机 坐车也可以 书华平时把所有时间摆在酒店里 她常常说忽略了我们 很想抽时间一家人去旅行 如果婆婆你不去 整个旅程就会大打折扣 但是… 我们去近一点的地方 你坐车就不会这么辛苦 彩司她这么痴你 你不去,她可能也不去 去啦,去啦 你出动到王牌来带我 最重要王牌,够力 智佑,你不要介意 奶奶心中一直有个疑问 其实我猜到了 但是就想你亲口证实 你问吧,奶奶 这十六年来 你再没有怀孕 是因为彩司这件事受到影响 还是… 我想专心照顾彩司 不想分拨对她的爱 你老爷一直都想抗家的产业 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 来到说话这一代… 对不起,奶奶 所有的问题都在我身上 不关说话事的 你不用那么紧张 我不是责备你们 这十六年来 我看着你们是怎么挨过 所以我不会像你老爷那样执着 人本来一出生就两手空空 即使走之前是多么挥和 只不过是过眼云烟 康家将来还有没有接班人 就等一天安排 行得,奶奶你体谅 我知道树华和你都为酒店 付出了相配努力 想补偿对康家祖先的规险 不用的 无论如何,彩思是抗家的血脉 奶奶希望你们放下抗家的包袱 活得自在一点 多谢你,奶奶 你知吗?你影响的话很大 你开心他就开心 你放下他就会放下 嗯,明白 我开始期待这次的旅行 一定不会令你失望的 乖了 九八八制作,西雅图的天空 彩思,你很饿吗?吃得这么急 饿我很好吃 饿也要慢慢吃,没人跟你争吃 好吃也要慢慢吞才会消化 我吃饱了 哇,彩思的肚子越来越大 真的要帮他减肥了 我怕他生甘迹 不会吧? 打他去看医生 看医生也好 我怕他不舒服也不会说 那好吧,我明天哄他去看医生 你太疏忽了 你女儿不是生甘迹 而是有了四个多月的身体 什么?你说我女儿有了BB? 是啊 哪有可能?医生,你是不是搞错? 我没可能搞错 不如这样,你带她看看副科 彩思怎么可能有了BB? 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说话怎么办?彩思他怎么办? 知道了 冷静点 冷静点 没有惊动到妈妈 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要冷静点处理 医生说不可以墮胎 彩思会有生命危险 但他还与人家侵 他怎么臭BB? 我不敢想像奶奶知道之后 妈妈 奶奶真的听到了 快通知医生过来 快通知医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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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过得一病不起 只有终人 自怨自愈 晃晃晃晃晃 而彩思 似乎觉得自己做错事 一直躲在画室内 画室 就变成她的避风说 说话 说话 妈 妈 你醒了 我叫工人 不管抓你醒 不用了 来 和妈妈聊聊 哦 你心事重重 没有啊 你是我生的 压得到我吗 儿子 以成事实 我们无法改变 就要勇敢面对 勇敢面对 是 是很难 但是一定要勇敢面对 人生 必须要经过重重难关 只会珍惜生命的可贵 生命 妈妈的意思 是希望我们 接受小生命的来临 不可以 我接受不了 为什么不可以 加上彩詩是两条人命 他们都和你是血脈相恋 就是因为血脈相恋 我不想再多个彩詩 来到这个世日上受苦 大奶对不起 不要再说了 妈妈 不要不要彩詩 彩詩会乖的了 彩詩 彩詩 彩詩困 爸爸会保护你们 你真的决定了 是 只有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我估计彩詩出事应该是在平安夜 因为那晚她曾经独自失踪了一段时间 其实我想起 我们在泪池找到她的情景 工作人员是帮她搂着毛巾 她里面是衣衫不整的 而且头发还有一股走脆 只不过当时我们见到她平安没事 就开心 我们没想到这么复杂 被我擒手做的 查了住客的名单 是否可以找到一个琴手出来 找到吗 聖诞节期间我们的酒店爆棚 这么多人出来根本就没有线索 找到一个琴手出来 而且彩詩的工作是 入门一间房放下一个小花瓶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她在哪间房出事 为什么一个天 要这样对我的女儿 她已经这么可怜 说话 你想清楚了 真的要个BB 你不怕她会有遗传吗 我怕 但我更怕失去彩氏 真的要拼 BB是无辜的 更何况已经死了几月 难道我们要亲手 推个女儿入鬼门关吗 怎么办 怎么办 自由 那天一直在这里考验我们 兴行的 我还可以捉住你的手 一起经历重重的考验 说话 我不认输 所以我不放弃 你会放弃吗 难道这个季节 总会使我思念 曾是段段续续约会的秋天 还是你已计算终于等我出现 这条恶恶秋风送来叶一片 这个秋天的羊 永远都未来前面 我已为你心情每天 开始思想你最后变成年 爱情来都不留明天 风雨淡花一夜 爱情离去秋来迎决你 不可停留的秋天 不能忘的秋归 我曾和你痴情不是偶然 西瓦头的天空 导演 郑美英 配音 罗冰森 王怀桂飾演邝夫人 叶宝胜飾演邝淑华 许芳齐飾演江子游 关书云飾演邝彩詩 曾凡榮 罗瑞安 分析顾客甲月 作曲 王怀桂飾演邝 作曲 王怀桂飾演邝 作曲 王怀桂飾演邝 佩佩游 作曲 王怀桂飾演邝 永远都未来前面 我要为你保留每天 怎么开始了最后变成烟 爱情来都不留明天风如昙花一夜 爱情离去秋来冤决了 不可停留的秋天 不能忘的秋归 我曾和你之前不是偶然 爱情来都不留明天风如昙花一夜 爱情离去秋来冤决了 不可停留的秋天 不能忘的秋归 我曾和你之前不是偶然 星期一节五中五十二点 只要tune in 908 你就可以听到最新的908广播剧 908有声有色 字幕文今摄wach 明镜与keys 容車 感谢观看